哈喽我是老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构制一款特色小花朵 可以做成婴儿发式或者鞋子装饰 钩法上既简单又有创意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然后编织六个辫子针 返回第一个锁针 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锁一针 接着绕线圈编织十个短针 使针结束 在第一个针锋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八针 在倒数第二针上引拔锁一针 后面继续 在锁针侧面的位置进行引拔锁针 一共重复针 十二次 这样针针上一共有十四个线圈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上 再勾一次线 然后勾针绕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后面锁一针 接着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这样呢 完成第一组划板 后面重复编织 首先锁八针 在倒数第二针上 勾一次线 然后在锁针侧面的位置 重复勾十二次线 十二针结束 在第三个针目上 再勾一次线 接着要将线 一次性勾出 后面锁一针 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这样完成第二组划板 后面继续 重复编织 这一圈一共够织五个划板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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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